国泰航空上半年亏损收窄至75亿 集团期望每月现金消耗降至10亿以下 疫情打击国泰航空过去一年都无法全面复飞 上半年再截超过78亿 少过去年同期亏损超过98亿 计同向政府发行的优先股 应占亏损亦收窄至75亿 期内收益跌近4.3亿 连续两年不派中期食 上半年再客量大减9.6亿 去到不够16万人次 载客率跌超过48个百分点 乘客收益率就升七成 货运量跌超过1.7亿 但运载率升到81.4亿 重新高 耗油量减少降低燃油成本 燃油对冲亦抵消油价升幅 国泰上半年燃油对冲亏转型 收益超过6亿 集团期望在第四季 可以将可载客量最高调整到疫情前的三成 并且看好下半年货运业务 继续表现强劲 截至6月底 国泰无限制用途流动资金有328亿 比上年年底多近一成半 预期可应付未来至少12个月的营运 今年高级管理层将会继续减薪 并且期望今年剩下的时间 现金消耗可以降到每个月10亿以下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 继续属于成功 这是qt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优